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刚刚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大家看一下 H1就是指上面这个 如果等于他做打的结果 然后就去抓10分 当然这个你可以输入10 不过这一题 题目里面是要求是要指向刚好这个位置 所以把它改成F符号 前后高度加前的符号 这个地方 H1因为等一下 E向下填满的时候不会变动位置 所以记得一定要E前面一定要加前的符号 大家在按确定 以此类推贴贴贴贴贴 然后就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 到这个地方变成一堆数字 看起来其实还蛮眼花摇乱的 所以最好最后的结果是用打勾的方式来完成 有点像是这样的 打勾有没有 这边就不要是10分0分 而是对的话就打勾 不对的话就是没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一样把范围填起来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 然后因为范围总共会有10个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一样Ctrl-Shift按住 然后Ctrl-Shift向下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做10遍这种设定格式 那当然如果你做一次的话 那就是可以一次全部都把它做完 然后按Ctrl-Shift向下 如果这一提的话范围太多了 Ctrl-Shift向下 然后以此类推就是分别把这些通通Ctrl-Shift向下 而且这个可能要够熟练 否则的话容易做错 然后要一下拉一下 Ctrl-Shift向下 这个很容易失败 如果失败就要重来 好 全部选完了 再来的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这边的话打勾的话 这边有打勾在这里 但是不是选这个 而是设定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一定是选这个 第二个的话 特别是只是显示不适就好了 这个一定要打勾 然后当数值 这边应该数字 如果数字为10的话 为0 为10的话就是打勾 如果为0的话 就是没有显示 如果小于0的话也不显示 反正这两个都是无显示 只有什么 当它值是等于10的时候 它才是打勾的状态 OK 类似像这样 不管它小于大于 反正是等于打勾就对了 如果没错的话按确定 那就会是剩下打勾的 那可以懂个意思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一步了然了 不然 我觉得如果以后你们有到安心班 呼吸班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改成绩的话 一下就OK了 只要把那个资料 像现在有很多是让学生自动线上填完资料 你把这个答案汇整在一起 就可以马上做出作答的结果 OK 相当方便 好 你会发现 最后的话还有我必须要算出什么 它到底对几题 这边的话到底对几题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康义符 插入函数地方的话 可以用统计 统计部分的话特别是可以用康义符 特别是我点名的都可以用这个函数 在统计类里面你找一下康义符 康义符非常重要 刚刚有用过 按确定 算什么呢 算前面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第一题到第十题 所以你选这个 点一下H4 然后在Ctrl Shift向右 整个向右 或者拉过去也可以 也就是这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Priteria就是条件 也就是说 我要找什么 找10的 10的话也就是10分 也就是说里面 它做答的话 只会1到5 答案 只有10分才会被找到 所以找完之后就发现 你答对的只有两题 就按确定 这样基本上就做完 你把它向下填满 全部就做完了 到底对几题 马上全部算完 只要是10分的 统统被我算出来 就像我在统计 你们的出席次数 养用康语 比如说你有出席就1分 没有出席就0分 最后就会有一个 你出席的成绩出来了 那种成绩的话 就怎样 怎么算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次数乘上几分呢 应该他答对一题就10分 所以答对几题乘上10比较好 打勾 他的成绩就出来了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 他的成绩 谁的成绩多少 谁的成绩多少 马上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最后的话 剩下来后面基本上还有哪一些 最后的话还要画框线部分 最后的话 就是把框线给画完 他画哪些框线 特别注意就是 他要画感染绿 辐射5的这个 所以把整个框 他说A2 Ctrl Shift 向 其实Ctrl Shift 向 给我看 他这个好像会有合并 所以一样的方法 先选A2 再选到最右边 按Shift 键 再Ctrl Shift 向下 这个 这样 OK Ctrl Shift 向下 或者刚刚一样 按Shift 键 整个选取 那一样做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框线 其他框线设定一下 然后选择什么 选择 他要的是感染率 感染率是哪一个 这个吧 对 感染率辐射5 E 先选颜色 选样式预设 然后选颜色 再来内框线 外框线内框线 都用这个颜色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还有哪一些部分呢 最后这个框线 最后是不是还有一题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题是 标题储存格 里面的内框线设定为白色背景1 也就是说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所以这个范围把它整个选起来 上面的标题选起来之后的话 那要做什么呢 把他的框线设定为内框线 所以也是一样先选范围 第二个选他的框线 框线的话变成白色 白色是这个 OK白色背景1 然后记得把它内框线改成没有 所以记得先选颜色 这个不用 这个好像预示一下 再点一下内框线 把这两条线变成不见 所以按一下内框线 外线不要动哦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OK这一题就完成了 把重点回顾一下 的话各位 有些地方可能会记不太起来 1 记得把这边旋旋旋 选完之后 假设全选之后 记得设定格式里面 我用刚刚那个管理规则来看 就这里 也不对 这个 这个打勾是当它等于10 数值 所以先改什么 先改数值 然后等于10的时候 这是打勾 这个要打勾 然后其他这边就是没有 这个的话就是0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 答对几题就康义 康义这个范围里面如果等于10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插入用康义 那个范围等于10的话 OK 最后的话前面这个部分就是 再把它做 答对几题乘上10就可以了 答对几题乘上10 那就是我们要的最后结果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